打開家中水龍頭 不過這顏色怎麼好像怪怪的 不是平常看到的清澈透明 而是呈現混濁的白色 甚至還有小小的氣泡 基隆受到山陀而颱風尾影響 連續幾天的好大雨 住戶水塔積了厚厚的黃泥 不只出現黃泥水 近期深澈坑路一帶的住戶反應 清洗完水塔 黃水變淡了 竟然變成白濁水 不免讓住戶擔心 是不是化學藥劑過多 深澈坑路在最近 我們有管線修漏的這個路段 那修復的時候 那裡面有一些空氣跑進到管裡面 那我們在附水的時候 現在壓力送的時候 會把這些這個空氣壓縮到這個水裡面去 就造成很多的微小的氣泡 水公司檢視是因為管線修漏 附水時空氣跑進去 水質才會出現白濁以及小氣泡現象 一分鐘後氣泡就會消失 變回透明清澈 在打開水龍頭 目前就恢復正常了 而小氣泡常發生在附水作業或增壓操作時 管內殘留或累積的空氣 在高壓情況下融入水中導致 但氣泡現象通常不會持續太久 水公司表示這是屬於白濁現象 裡面是小氣泡 民眾不用擔心可以安心用水 TVBN新聞劉欣懷何可言基隆採訪報導